大家好,我是千锋UI讲师老王 咱们今天继续学习extra 首先打开咱们上一节课的案例 也就是微信的这个案例 那么咱们在手机上去预览微信的时候 或者说咱们在使用微信的过程当中的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知道屏幕只显示这个内容区的一部分 对不对 只显示内容区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东西咱们怎么实现 还有在上滑跟下滑的过程当中 才会显示其他的内容 那么在下拉的时候 在下拉的时候 拉到某一程度的时候 然后松手 是不是这个东西 它就应该去回弹到原始的位置上 同时这个东西 就是内容区在进行往上滑动的时候 滑到最底端的时候 那么它也要回弹到底部 那么今天咱们所学的就是上拉回弹与下拉回弹 首先把这些内容区给它拿出来 咱们先放到一边 先放到一边 然后在这个微信的主页面上 咱们创建一个屏幕的范围 这就用到咱们之前所学过的一个东西 叫做动态面板 叫动态面板 然后把动态面板 拉成一个屏幕的大小 拉成一个屏幕大小 OK 然后我需要双击一下进入动态面板 那么在动态面板中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选不中 对不对 那么关闭它 把内容区进行CtrlX 也就是剪切一下 然后放到这个微信的动态面板当中 也就是说屏幕的动态面板当中 然后我把它放到屏幕里边 咱们看一下 最首页的一个效果 咱们就可以看到 内容区就被剪前蒙版给剪进去了 对不对 只显示一屏的内容 那么到现在为止 它还是不能够进行上滑跟下滑 那么咱们双击再进去 选择组的情况下 咱们新建交互 这个里面 咱们能不能看到有一个东西叫做拖动式 是不是咱们这里边找不到拖动式的这些事件 所以说组是不能够进行拖动的 所以说我还得再把它拿出来 还得把它拿出来 然后在动态面板当中 再去建立一个动态面板 也就是动态面板当中套入另外一个动态面板 同样的还是把它拖着到底部 一个屏幕的大小 然后把其中的内容区再次CtrlX 然后双击进去 然后再CtrlV 把这些东西再拿过来 再拿过来 OK 那么放到动态面板中的动态面板中 关闭一下 咱们看 首页显示的是不是还是一屏内容 那么双击进去 这个里面 这个动态面板 咱们命个名字 叫滑动面板 OK 叫滑动面板 那么滑动面板 咱们需要什么呀 需要把它拉长 需要把它拉长 咱们一直拉到这个底部 一直拉到底部 OK 那么回到首页上 咱们看一眼 咱们看一眼 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些东西还是没有变化的 屏幕区域是没有变化的 OK 那么咱们对内部的动态面板 也就是咱们的滑动面板 进行新建交互 新建一个交互 咱们选择谁 选择拖动时 选择拖动时 我要对它进行移动 移动谁 移动的是咱们的滑动面板 这个里面是沿着X 还有Y XLY 还有这个兔一个位置上 或者去哪个位置上 咱们现在让它上滑下滑 那么肯定是沿着Y轴进行运动 确定一下 那么咱们看一下效果 在这个里面 咱们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进行上下的拖动了 对不对 可以进行上下的拖动了 那么拖动到某一位置的时候 它是不是该回弹了 比如说我拖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然后松手 它应该回去 对不对 而咱们现在这个案例 是不是还没有回去 OK 那么咱们再继续的往后坐 继续的往后坐 首先咱们往这个位置 去新建两根参考线 新建两根参考线 这两个参考线 是必须要进行建立的 而且这两个参考线 记住一定要进入什么 一定要挨着这个动态面板 一定要挨着动态面板 那么给它命名的 它叫下拉 这个叫上滑 OK 上拉跟下滑 那么咱们再对它进行二次的交互的一个新建 首先咱们拖动时 它能够进行这个上滑跟下滑了 那么咱们松开手的时候就叫拖动结束时 对不对 叫拖动结束时 咱们新建一个交互 叫做拖动结束时 咱们看看有没有 开始时 结束时 是不是有个结束时 那么我选择结束时 我要移动谁 是不是我要移动这个动态面板 移动我的滑动面板 移动我的滑动面板 这里边有一个到 还有过 说实话这个里面就是到哪个哪个位置 或者说叫绝对的位置 然后过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记住啊 到还有过 那么在此之前呢 咱们这个东西是不OK的 因为这里边没有条件 对不对 这里没有条件 我先让它去到00的位置 先让它去到00的位置 然后先确定一下 先确定一下 咱们这里面再次对它进行条件的设置 也就是启用情形的一个设置 首先添加条件 在这个位置上 咱们选择原件范围 哪个原件范围 是不是这个 这个内容区 也就是说滑动面板的一个范围 没有接触到什么时候啊 没有接触到上边的时候啊 没有接触到上面的时候 咱们看 如果说这个东西往下拽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接触到哪儿啊 下拉这根线 一旦它接触不着下拉这根线 它就要进行回弹 它就要进行回弹 那么一旦说它上滑的广当中 没有接触到底下这个线的时候 是不是它要进行向下的回弹 OK 咱们利用它的这种属性来做 首先启用情形 添加条件 选择原件范围 不能叫当前 应该叫滑动面板 未接触原件范围 谁啊 是不是未接触原件范围 我这个下拉的时候 确定 我让这个滑动面板去到另一个位置 然后咱们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预览一下 它能够现在能够往上拽 对不对 能够往上拽 那么我往下拽的时候啊 往下拽的时候 是不是现在已经是脱离了这个 上边这根线了 那么我再从手咱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东西 它就能进行回弹了 对不对 能进行回弹了 OK 这是下拉回弹啊 下拉回弹 那有没有上滑的回弹呢 咱们往上翻它的时候 一直翻 一直翻 一直翻到最下方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东西 它就应该回弹到这种位置上 对不对 应该回弹到这种位置上 那么咱们现在就做这个上滑回弹的效果 首先还是双击进入 在这个动态面板当中进行第二次操作啊 进行第二次操作 首先咱们看 现在它的位置是00对不对 它的位置是00啊 它的位置是00 如果说我上滑上滑上滑到某一位置的时候 咱们看这个位置叫什么呀 是不是叫负到五二七啊 负到五二七 那么记住这个数值 记住这个数值 咱们继续添加交互 这是情形一啊 这是情形一 那么还有没有情形二啊 是不是也可能可以有情形二 那么情形 二啊 情形二 同样的还是面板状态啊 还是这个圆件范围啊 圆件范围 然后还是这个滑动面板 还是未接触 未接触到哪个圆件 是不是上拉这个 就上滑这个 未接触到它的时候 那么出现了情形二 出现了情形二 那么它就要去到哪了 是不是它要加入其他动作 要加入一个动作 那么加入动作 这个动作同样的也叫移动啊 也叫移动 移动谁呀 移动这个滑动面板 让它去到 这个0 负的572还是527 负的527的位置上啊 负的527的位置上 这是去到啊 去到 这是到 这是x 那是0 这是负的527啊 负的527 然后点击确定即可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 首先能够进行上滑跟下滑 对不对 那么我下滑的过程当中 超过了某一范围 它就要进行回弹 OK 那么回弹成功了 那么咱们看下边 往上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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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动到最下方的时候 咱们再松手 是不是现在出来了 然后咱们松手 是不是这个东西 它就弹回来了 这东西它就弹回来了 有些同学说它不够明显啊 它不够明显 OK 没有问题 那么咱们就让它明显一点 咱们把这最后一个变一个色彩 比如说变成一个粉红色 变成一个粉红色 OK 然后关闭一下 咱们再次预来这个效果 下拉的时候很明显 因为上面有一个搜索框 咱们下拉 是不是它可以进行回弹 OK 那么咱们看下滑的过程当中 往上动 往上动 一直动到粉红色的位置 粉红色就不出来了 那么再往上滑的时候 这不底下什么都没了 那么它就应该弹回去 那么现在我松手看一下 OK 是不是这个咱们可以弹回去了 那么 在整个过程当中 咱们就实现了下拉回弹 与上拉回弹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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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